看回黃之鋒面對的罪行 就是涉嫌組織、參與、善罵他人 參加一些未允許的非法集結 也是一個嚴重罪行 這個最高的刑罰 一經定罪是可以判處監禁五年 我也很支持法庭的裁決拒絕他擔保 他亦有前途的高風險 所以法庭拒絕他是絕對正確的 法庭考慮給不給一個被告 擔保他有幾個條件 第一,案情的嚴重性 第二,他會否潛逃 第三,他會否干擾證人 第四,他會否做些事情去毀滅證據 法庭亦考慮過黃之鋒在去年8月左右 被警察拘捕 而他做商業活動簽署合同的日期 是去年10月 換言之,他亦知道自己的情況 我要指出合同是你私人的文件 你自己的定義 你如果做不到,就要個人去負責 法庭就不會考慮他那些私人的商務合同 法庭只會在考慮 剛才我說的保釋條件 公共利益和被告人的利益底下 他決定是否讓他擔保 如果他不斷提出一個保釋的申請 而他提出的理據全都是舊的 都是一些外遊 今次法庭亦都是原重法庭的法官 他亦都作出的裁決 下級法院要遵守 法庭很清晰地分析黃之鋒 是沒有具備到外遊的條件 這是一個很清晰的訊息 如果他不斷地用這個 我要申請外遊去申請 我相信法庭會拒絕他 同樣他這樣做法 浪費了自己的時間 亦都浪費了法庭的時間 暫停